看到林更新与岳云鹏争着给孕妇和老人让座 才知道啥是东北男人一生要强的座 在公交车上您有一个座位 但是您身边呢分别站着一个老人和一个孕妇 请问您会把座位让给谁 孕妇 我是觉得孕妇可能更需要吧 老人你可以山腹 现在知道为啥岳哥不是最后名了 这个座位给孕妇做 我怕我的老人 林更新林狗的外号果然名不虚传 这回答简直让岳岳无话可说 即便岳云鹏绞尽脑汁想出完美做法 也抵不过林狗亲戚的脑回路 我会把这个座位让给孕妇 然后站起来之后再帮老人再去调一个座位 那我可以给老太太打个车 我给咱俩一人打一个车 回家求车玩我亲自送的 在女演员面前林更新也是绝对的狗王 一句话让徐璐直接破功 上一秒还在好好玩游戏的路里 下一秒就体验到了啥叫超级加倍 咱能注意点自己的姨态吗 别这样是吗 你这个特别像我奶奶玩对对胖的 而林更新指导徐璐玩游戏时 那术语简直精准拿捏女明星的姨态 不得不说黄子涛这下的伤害值可以拉到满分 一句话直插滔滔的废管子 而这也不是他第一次被林更新伤害了 当一群人在被太阳暴晒变黑之后 林更新一张嘴就让黄子涛当场破防 黄子涛好好好你那么会说话是吧 不得不说林更新的吐槽能力是真的强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黄子涛的气氛 而林更新的吐槽向来都是无差别对待 就算是面对自家的女粉丝 她也是有画质对的相处模式 不得不说林更新你那么敢说不要命了 这一下子得罪的少女可太多了 在内娱这样敢吐槽粉丝的林更新算是第一人 真不愧是管不住嘴的东北男人 同样是下乡体验生活 看到陈鹤把陆综艺变成躺着也能赚钱的项目 才知道明星和央视主持人的差距有多大 明明是一档下乡体验农村生活自己自足的节目 在这一群明星的操作之下 硬生生转变成了休闲娱乐的赚钱活动 当欧阳娜娜来到向往的生活后 只是象征性地批了几个柴 就获得了其他嘉宾的称赞 不仅如此而当一群人一起来地里插西瓜苗时 更是带着满身的狡气 还没中几列就累得气喘吁吁 眼看这群明星用行动打脸节目宗旨 何炯就立马打圆场 找借口让所有人都先回去 这已经是最轻松无比的劳动 明星们却连装都懒得装 只想着拿到通告费赚了曝光度就走了 陈鹤不想干活的借口更是多道离谱 从摘瓜子和摘玉米都能推辞 可是他常住的综艺跑男也是户外综艺 那时候不见他浑身上下有这么多变 甚至到了后面就连黄磊都丢失出心 宋丹丹在节目最后一期看着远处的农作物 问了一个最简单也无比重要的问题 而黄磊的回答也无比荒诞 而黄磊毫不在意的态度既冷漠又真实 对于他来说或许录制节目最重要的就是赚钱 至于田园美好背后的真相 那就不是明星们需要操心的了 但是反观另一档类似的央视下乡节目 却能够做到接地气的农村生活 节目中萨贝宁和尼格买梯等人来到山区 看到路边因下雨而导致倒塌的墙面时 两人怕阻碍其他人过路就会热心帮忙捡石头 稍微往里轻一点 这还行能过车 你别光搬两个呀 你这个往里轻一轻啊 大的往里搬一搬呀 这个往旁边堆 不不不对就堆在路边 别砸着手啊 这块随时都有塌方的危险 得知有位年过70岁高龄的奶奶家境贫困 不仅经历儿子儿媳车祸离世的痛苦 还要照样他们留下的五个年幼孙子 潇洒立即带着团队花了14天帮奶奶修房子 楼梯不安全 对 把楼梯改造一下 透风透雨的问题 我们基本上讨论的还都是奶奶关心的问题 回去把这事儿好好地规划一下 需要什么 然后明天去健在市场看哪块 很快奶奶那栋四处漏风漏雨的毛坯房 被他们打造成干净又舒适的新房子 不知道他们在短时间到底有多辛苦 这就是央视主持人和内娱明星的区别吧 一个是真心实意地帮助人民 而另一个却是赚钱为主娱乐为辅 看到沈腾一句话就把假兵气到无语 才知道他真正的客心就是腾哥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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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狠劲哥 哎呦冰哥私有真帅 哎呦 这羊咬你了生前 不得不说沈腾一说话就是满满的狠 让贾兵直接绷不住 当他听到贾兵在吐槽新蛋糕不好时 身为梗王的沈腾 顶着绝对不把话掉到地上的原则 仅用七个字就让兵哥陷入沉默 我给打个样啊 打个样子 我拿上 应该是鲜的吧 啊 听得好 听得好 你说没洗手啊 这俩兄弟是真没把大家当外人 对着摄像机开这种玩笑可害羡 隔壁范澄澄还在马卡巴卡 这俩人直接飞车上高速 而贾兵对沈腾时也是直接口出狂言 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做嘴 在前面跑脑子在后面走 游戏要求以我怎么这么好看来猜卧底事 贾兵一句话就让沈腾当场破坊 多好看呢 你是哪个长得不好看 除了我和你和我 贾兵无意间的实话是说简直太伤人 平等的创飞显眼包沈腾 所以等到米其林兵做饭的时候 沈腾也是一刻都不闲着 无时无刻不在贾兵面前刷存在感 天啊 天啊 可坏了 沈腾送温暖好笑程度100% 玛丽姐说好笑程度10% 不愧是中年显眼包就是知道怎么要镜头 也难怪沈腾是综艺之王 看到贾兵在金城面前硬撑着当大款买单时 腾哥更是一句话皆短 对着兵哥发动地狱攻击 请你 我请你 你请我 必须的 你咋这么好呢 自己都没多少还请人家 都没人家臭毛衣 就爱请客 就爱买单 夸了贾兵的同时还不忘夸自己 不得不说沈腾真的是拿捏住包袱 也正是因为腾哥一直在欺负贾兵 所以当他煮的粉条没熟时 几个嘉宾也是没大没小对着贾兵轮番调查 哎呦好硬 啊 什么没手 粉条 就这么长时间没走啊 没手 别摆石头给拉开 调费劲吧 跟你这是皮带不 沈腾一句话直接让假冰笑翻 还好冰大厨性格好完全不在意 这要是换个人被挤断 那还不得给沈腾上一堂人情世故的课 谢谢大家